大家好,欢迎收看全日总结,我是VQ 英文 这一节是Stanley和我们一起看,Stanley你好 现在先和大家看看内地和本港股市的收市情况 内地股市收市全资向上,上证中核指数升至104点至2654点 户心300升至4%至3270点 浅证成份指数升至4%至7748点 创业版指数升至65点至1314点 恒指方面,今天升至591点至126153点 国企指数升至268点至1490点 户市成交有1144亿 Stanley,今天的市场都是因为中国官员出口術 推出一些政策令到他急弹 A股也升至4%之外 成交量也有4千多亿 有分析师说这不是一个反弹 是一个反转 因为成交量比较大 看到那些创业股都升停板 是牛味的迹象 彭博找了一些数据出来 他说过去三年 其实内地出了口術之后 都会跌突出来的 究竟信谁 两个,你说现在这一刻 这么快的说法 都看历史的一些资料 其实没错的 你说这么久以来 我们有些旧市的措施 过去都做过很多 亦都可以说每一次出完招之后 市是会大的 是 但问题是因为你说的是 A股那边 其实在我们说过去这几年的时间 其实都是跌居多的 基本上你可以说 都是不断地向下沉低的格局 所以你说 好像这些分析师 你可能说什么 就是每次说完完话之后 到最后都跌突的 这个是没有冲突的 你可以说因为 本身A股那边的走势都是向下走的 你说是不是有一定关事呢 我反而觉得 就是说未必有很大的关联性 但只不过 你说这次的情况就是说 我们说一行两回 今天这么多的 叫我们的官员出来 对此要撑市 很少见的 你也可以说 今天这两个家的市 有些反弹是合理的 但是能不能说 要延续这个声势 关键反而在于成交量变化 其实今天的成交量有4千多亿 其实算是不差的 但问题是 我会建议大家 再多看一两天 你说这两天 是否等于意味着 市已经是重拾我们的方面 然后是反转 然后上述 我觉得太早去判断这个情况了 因为其实你讲的是上一转的时间 当市好像升上2千多亿上那一转 成交量都是有一两天的时间 突然之间 有4千多亿的 但很快就无以为计 所以这一转 你说是否真的转势呢 我就有点保留 我会建议大家 既然大家都好像是靠 估计一下 那不如先多看一两天 如你讲说 打货的时间 可能都保持得到 或者说是再保守一点 这个星期的时间 都保持得到是过4千亿成交的话 你说市是反低 还好像可靠性相对比较高一点 因为我想大家都有很多 但是已经有了经验 就是每一次市差不多的时间 就被套住了 所以这次宁愿保守安全一点 宁愿让整个情况出来之后 你再部署都未迟 现在这一刻 你说它已经是 扭转了这个叉入表现的话 似乎过早去判断 市场走什么方向 都要再看定一点 不过看看今天那个升幅榜 其实看到很多只都是劝商股 好像光大证券 海通证券 东方证券 全部都升一成以上 因为有志内地 有意降低股票质压风险 市场其实劝商计划 跟地方国资设立这个救助基金 令到劝商股受追捧 其实高盛都说 其实有关的政策 会令到这个板块的股值 重新计算过 或者会复苏 其实是不是有机会大翻身呢 这个板块 哇 都是那句这么快 说回新设计市场草 不是 我们这么说 你说这个股权质压这个政策 是起码令大家没那么担心 因为如果你看到这一阵的时间 很多的股权质压的措施 令大家都很害怕了A户 因为很多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中小板为例 它的额度不多 今晚不多 但问题就是说 很快有很多到期 所以变成对于市场的气氛 其实是有一定的影响的 但是这一次你说 可能又是联合地方政府 可能有这些行动 可能是说 舒逢一些市场的情绪 是好事来的 不过问题是 我会这样想 我又真的不太明白 它怎样可以 就像你说政府出手去帮 那它怎样帮我呢 我反而想知道 那个可能性是怎样中发 这个就大家再去研究 但是你说今次 你说一些劝商股 因为有两件事 第一大家是可能你说 对于它们的做法 就像政府这次肯出手 大家的感觉上是那些 气氛上面的改善 第二就因为似乎这个板块 那个股价都真是很低残的了 我想你说 大家都经常说 那些内地的金融板块 是 那三个 即是劝商 即是内圈 内险 和内人 其实内人和内险的走势 都相对比较稳一点 当然市差也会跌下去 但是相比 那些劝商股的跌势 真是争得远了 劝商股真的起了年来的时间 不断地向下沉底 甚至乎以上星期的时间 其实上星期五的时候 有很多劝商股 是有创造过过近年的新低 所以你说现在有一个好的消息 接着出现了一个反弹 有一个比较上是 布袱式的反弹 是合理的 但是问题是真的 你说究竟是否这样 意味着整个格局已经改变了 我真的没有那么乐观 所以可能我这一段比较保守一点 再来看看 是的 因为试过太多次 太多次中招 所以这一段时间 大家再观望一下 未有货 都不要那么容易追货 反而有货的话 如果你见到势头开始 一些不太对板的话 反而你说忍痛 有些叫做减减绑 可能更好一点 好啊 不过今天 除了势商股升得多之外 很多板块都扯高了 看到腾讯在弱势下都懂得升3% 他不升我真的打他 是 上回290元的水平 但是看到又有一个消息 就是说 网媒就说今年下半年开始 腾讯的投资业务就开始收紧 放慢脚步 跟他业务相关度低的项目 就几乎暂停了 其实看到一向 腾讯的投资收益的占比率 其实都很大 如果是真的减慢投资的话 会不会对他的影响性有很大呢 又会两体 因为如果你看回 就是我印象中 在当腾讯的业绩出现后 甚至好像本年下半年的时间 开始很多的媒体 就开始说他什么 腾讯没有灵魂 就是好像成年式 好像变成了一间投资公司 因为最主要就是说 他不断去投资很多不同的企业 所以说这一步 这个动作 其实你可以说 在某程度上 看大家怎样看 他不做这一件事 大家好像突然觉得 他不做有错 之前他做的好像觉得他错 现在不做的好像觉得他错 就是总是要批评他 就是要批评 实际上可以批评到他 但是你问我自己的话 我觉得他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因为你看回 我们说在今年第三至四季的时间开始 有很多的 我们说一些独角兽也好 甚至乎互联网的公司 高增长的e-charge也好 其实那个股值方面 应该都有一个很大的调整 特别是这一阵的时间 你说中概股这一阵也是 那个股价也有很大的波动 所以变成了年底下 有很多的企业 科技企业 那个股值也真的变成不太清晰 所以按一个正常的情况之下 你说现在还敢不敢 可能是说 虽然去做一些投资 我觉得他反而现在这一阵的时间 反而你说要静一静 甚至乎可能保守一点 反而是一件好事 而且因为公司本身都做了一些叫做整合 然后有些重新做的动作 亦都反映到公司本身 都可能是想做一些叫做自然的增长 就是现在有多少业务 他做一些比较多一些的发展 所以他这样做法的话 其实我没有错的 一个都好像你刚才提及到 他怎样做都是错的 他做又说他没有灵魂 他不做又说好像太好手 这些看大家怎样去理解 但是始终到那一句 虽然隔了几天有点反弹 但是问题是始终 那个正义的问题就是 你来自一天不开玩一些游戏的审批 没有啊 腾讯都是只有一个挨子 你一天不开的话 变相就是公司的收入 都没有一个可以说 大幅扩张的情况 虽然你可以说它有一些游戏 就是之前的一些游戏 反而你说最新的一些 叫做游戏的排行榜里面 都叫做得比较好的 但是始终你那种最出名的那种 就是大家现在有充敬那种 就是说这个绝地求生 你仍然没有这个 就是未能够商业快的话 始终对它的股价 一定有些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虽然说 今天这里有点反弹 但是似乎股价方面的前景 还是比较多的挑战 所以没有啊 有货的就继续考虑一下 先拿下去吧 但是没有货的话 我觉得现在这一刻 又不需要高追股份 就是哪些股份都是 不是定义腾讯的 很多股份都是不需要高追着的 西边说没有货的话 我们再去等一会 我看到很多板块都比较审慎 有价又怎样看呢 大家都看着沙特和美国的关系 现在都比较紧张 看到英法德 最近都出了一个联合声明 去谴责 因为沙特都认了那个记者被杀了 其实他也想沙特解释清楚 大家都猜着特朗普 会不会有些制裁的行动出来 不过沙特已经说了 就算被西方制裁的话 都没有打算重演1973年 石油禁运的活动 虽然是这样 但是另一边商 就是美国对于伊朗的制裁 其实IEA都说 油价都很可能会再生 究竟美国有多大可能性会制裁呢 沙特 应该有机会不大 不大 因为我觉得这一刻都挺考 就是计考特朗普的功夫 不过你说现在这一刻 是不是估计是怎样做法 都比较难去估计 因为如果你按正常的情况 现在看回国内的声音的话 他应该要做事 应该没有理由不做 甚至乎 我们说公平一点都去看 当日你说你是俄罗斯 那个前特工在英国被人被毒杀了 你都马上谴责俄罗斯 马上制裁他 讲他那些人出境 是吧 但你这一转 其实你没有说什么都没有 这个本身是华权动邮报的一个 的专栏作家 你都不做事 所以他国内的声音其实很大 但很明显就是因为 本身你说特朗普 他不做这一步 他因为看了4500亿的投资 他有一些难处 但这些事情怎样做都好 我觉得他会来看看沙特 怎样再回应 还有就是说 看看土耳其 你回来明天的时间会有一个详细的公布 看看那些公布出来是什么状况 但你说有没有机会 令到油价比较大的上落 初步看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都不觉得沙特会用过这一步 因为现在严格上 他反而想把这件事叫做低调处理 但当然现在其他国家不肯过去 所以这件事体的发展比较复杂一点 不过怎样都好 除非突然之间大家骗手严和 如果不是油价似乎仍然处于一个比较上 几乎你的状态 所以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 仍然处于一个易跌 易升难跌的情况 好啊 谢谢Stanley 长长的分析 也和你申报一下 有没有常常提及过结婚呢 有常提及这个腾讯的 谢谢 这节目就差不多和Stanley聊到这里